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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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亲友团的意见 能否对两缘的结局产生影响 看起很老实 很踏实的那种 个人觉得就是太年轻了 缺乏社会的实践 说说处事不够圆滑 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爱情考中取 外部放弃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张峥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质检把关 将新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场 关爱爸妈 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好了 各位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22岁的一位年轻小伙 高大 英俊 阳光帅气 可是为什么这么早 他就急着想相亲 而且要来参加 我们的凡人有喜的节目呢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要求 这样看一下短片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邓家农 今年22岁 目前在文女城 雪世界 场地安全员上班 月收入4000左右 本期这位男嘉宾 邓江荣 22岁 身高1米76 职业 场地安全员 月收入4000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我们目前有一段情感经历 是在大学耍了两年 他喜欢发点小脾气这种的 就是无用无故 他就会发那种小脾气 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就是无用无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喜欢无力取了 感觉两个性格不合 还是最终分手吧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希望女嘉宾活泼开朗一点 大方一点嘛 就是不要发那种小脾气 有什么事可以大家一起多下来谈 然后年龄在22到24之间 身高在1米6到1米7之间 男嘉宾则有要求 一 性格活泼开朗 不乱发小脾气 二 年龄22至24岁之间 身高在1米60至1米70之间 你这么年轻 22岁 而且你那个工作的地方 应该形形色色各种人你都能够碰到 怎么还要来相亲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来相亲嘛 就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 就是基本情况 还有这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嘛 怎么说完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嘛 这个平台可以帮助你干嘛 更了解 认识更多的女人 对对对对 但是毕竟你才22岁 你这个年纪我觉得应该就是 努力工作 下班以后玩玩网游 和朋友一起喝喝酒 吃吃烧烤 游戏这方面我也不喜欢玩游戏 什么喝酒这些我也不也不喜欢 反正我就是运动方面嘛 比如说打篮球啊 还有游泳这些 我都比较喜欢 这运动方面呢 我都很喜欢 那生活很充实啊 那为什么这么急着 是因为家里催得及吗 第一方面嘛 家里也在催嘛 然后第二方面 家里催了 然后自己就是也在努力的找嘛 反正家里也在催这些方面 最近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表 就比如说你要求自己 多少岁的时候 谈恋爱多少岁的时候 结婚多少岁的时候生孩子 大概在谈恋爱 大概在22到23之间吧 结婚可能就在24岁吧 24 25岁吧 那看来对自己的这个 就是感情婚姻生活计划 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按着 你的计划在行动 对不对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传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才22岁 但是呢 相亲的愿望非常的强烈 他是主动找我们编导 找了好几次 就是最好立即马上赶快 给我安排一场相亲 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你说对于这个婚恋呢 是如此的渴望 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呢 条件还是可以的 身高1米76 虽然很年轻 但现在呢 工作刚刚起步 月收入也有4000以上 目前没有房子 不过呢 父母有房 他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那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找的另一半呢 要求其实也不高 主要就是 不要乱发小脾气 可以跟他好好地沟通交流 那么这些条件看来呢 我们的女嘉宾 符合要求的还是挺多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跟男嘉宾相亲的女嘉宾 是一个怎样的姑娘 大家好 我叫李庆辉 今年23岁 我的身高是1米62 最近在做英语老师 我每个月的工资 是5000块钱左右 本次交流女嘉宾 李庆辉 23岁 身高1米62 职业 英语老师 月收入5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嗨 大家好 我是亲亲的朋友 亲亲 她很温柔 性格 很稳定 很温柔 很好相处 我觉得很有情侯力 所以说我和她两个 成为了好朋友 爱好也很温柔 她的爱好 弹吉他 吉他弹得很好 大学的时候 还是乐队里面的 弹得很好 然后她现在是一位 英语老师 音乐说得很好 如果又喜欢英语的话 也可以和她一起交流 让她教一会儿的 我之前谈恋爱 都是在高中 未成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也不是很懂 怎么谈恋爱 上了大学之后 因为学校活动很多 很忙 也没有时间谈恋爱 工作之后 就更加没有心思了 我的择我标准 我希望对方的年龄 在20岁到35岁之间 希望男生的身高 一米七以上 觉得对方 不一定要有房有车 但一定要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 和积极向上 努力工作的心 最重要的是 她一定要懂得 体贴和呵护我 然后我平时 还喜欢谈谈情 如果对方 跟我有共同的爱好 那就更好了 女家Venezuela要求 一 年龄20至35之间 身高一米七以上 二 工作稳定 友善尽心 三 懂得体贴照顾人 有共同爱好 小李是哪里的人呢 我是江西一村人 怎么想到要到重庆来呢 想来一线城市发展一下 重庆是一线城市吗 新一线也算吧 新一线城市 你看江西的朋友 告诉我们 重庆是新一线城市 但重庆美女也多 我也好看 我就不太 不太有压力 有没有人说过你很高能 有 一般同学同事 第一次见我都会以为我是一个高能 那其实呢 那一般第三面之后就会发现 还是挺活泼的 第三面以后才会发现 要活泼是吧 好 来来来扭过去 来 第一面 第二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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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风格 换风格 其实我私下还是挺活泼的 也特别喜欢在办公室 跟大家讲笑话调节气氛 你觉得会是招重庆男孩的喜欢吗 也会啊 因为 因为一个重庆男孩 接触的女孩都是比较泼辣的 那第一次接触我这样的 也会有一些比较 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一样 我觉得这样也能获得一些关注 但是反过来你怎么 就是你对另外一半的性格 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性格的话 我其实没有很大的要求 但是只要会疼女生就行 而且我觉得相比性格品质更重要一些 那么闺蜜跟她相处 这段时间以后 你对她应该比较了解 你觉得她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找一个体贴 很有责任心的 不抱脾气的人 不抱脾气 从她的来种 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文静一点 如果你抱脾气的话 我怕真的会吓得她的 但是如果她也找一个那种 很内向很温柔的男生 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 有太闷了呀 我觉得不是说她 是一个那种很稳定的男生 而是在家里面 对自己的女朋友老婆 很温柔的那种 在外面可以有个性的 同女人的那种 明白明白 男嘉宾现在走过来了 你们也可以看一看 来来来 小邓 感觉怎么样吧 你们俩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 看着挺斯文的 挺斯文的 走路 这个感觉 还是比较稳重的 她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还以为她是个程序员 因为她穿着格子衬衫 然后还背了个书包 来来来 顿揪了我 别人紧张 她也有点紧张 一紧张都不爱说话 这是男嘉宾小邓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右手两位美女 其中有一位是女嘉宾 另外一位是陪同的闺蜜 那么接下来呢 我让两个女孩都简单的跟你打个招呼 你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和你自己的希望 来告诉我 你觉得谁是今天的女嘉宾 或者你希望谁是今天的女嘉宾 好不好 好那我们这样 有请两位美女 向左转 来 你就向右转 好我先给小邓介绍一下 两位都姓李 但是不是亲姐妹啊 来我们先请一号小李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你好 我叫庆庆 今年23岁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不说完了 你听到她说什么没有 她在讲什么 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一点 你别说你 我在这儿 我都只听到了一点 好来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位啊 好我们接下来请二号美女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你好我叫李基春 我来自重庆 我性格比较开朗 喜欢自家游 喜欢就是运动方面的一些 两位都介绍了自己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男嘉宾到底会怎么选呢 来我们请两位美女 就先转过身去好不好 先转过身去 小邓 你希望谁是今天的女嘉宾 你就走到她的身后拍拍她的肩 好不好 然后呢 请她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 你为她也介绍一下你自己 如果是女嘉宾 那么她就会跟你握个手 如果不是 那她就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好不好 好 有没有答案了吗 你觉得是哪个 乔车的 就是雨水的那种 我还在 因为她她的手 火不开了嘛 对 整个五一两个身体的手 好好好 你根据你给我那感觉 好吧 想好了啊 好 来 三二一 来嘛小的 我只会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重庆的安平 今天我是二岁 那我的个人的爱好 比较喜欢 跟有点差不多吧 女友还有运动方面的 还是打篮球游泳的 我都很喜欢 还说两个多 还有没有的 没得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让美女 来揭晓一下答案好不好 三 二 一 你是不是要跟她 解免的女嘉宾 不是 她们说话声音有点小了 就是没有听到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句 活不开了 然后我就选择了她 好 各位观众 现在又到了肥陶课堂普及 直男审美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一看到闺蜜和我们的女嘉宾 她怎么选的呢 她选的是闺蜜 她认为闺蜜才是来跟她相亲的对象 为什么 她告诉我们的官方说法是 她认为闺蜜比较外向开朗 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闺蜜的形象更符合直男的审美 看一下这个齐刘海 长头发 圆圆的脸 哪怕我们的女嘉宾 个子皮肤五官 其实都是比闺蜜更漂亮 更清秀更白皙的 但是呢 在我们男嘉宾看来就是 我看不到那些细节 我只看到一个整体 那么在电视机前 苦难为什么没有男孩子会喜欢我 为什么他们不懂我的审美的 你们可以参照一下今天男嘉宾的选择 就知道直男能看到的女孩子 只是整体 去放弃那些没用的对细节的追求 两个人里面 你挑了另外一个 还是五岁孩子的妈 这个事情就相当的尴尬了 还有旁边有一位美女 她也尴尬了 就是她的闺蜜陪她来 结果别人把她的闺蜜看上了 你现在怎么办 要说点什么 你自己想办法 你去给咱们今天真正的女嘉宾 打个招呼吧 抱个歉啊 不好意思 刚才确实不好意思 其实现在有点紧张 可能不会说 可能现在打个招呼吧 对不起 没有 看来女嘉宾身高 还蛮符合我的要求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存在道不道歉 对吧 这个就像考试的时候蒙题 这个二学一蒙错了吧 这次错了 那下次就对了嘛 而且我觉得这样 双方记忆也更加的深刻了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你刚刚给她嘴上道歉 还不如来点实际的行动 啊 光说不练假把事 你想怎么给她道歉 有没有什么行动 啊 比如说现在一点半了 什么 两位吃饭没有 没有 啊 你邀请他们一起吃饭吗 嗯 啊 可不可以 行啊啊 可以啊 好不好 在这样这个地方本来是有有点吵 是吧 你就画个地方好不好 啊 坐下来说嘛 看清她的长相之后 我感觉她这人还是感觉很斯文 然后身高也挺高的 也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跟我们朋友两个还是挺般配的 哦 看来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在接下来寻找吃饭地点时 却发生了一点小状况 喂你在哪儿呀 我们现在还在还在还在找想成绩还在找 就是这边这边是哪里啊我感觉 找到了没有吗 你们一直坐嘛 坐在最下面那个车户嘛 坐在车户然后一直往车户出门 出来然后一直往车户这边走 嗯 要不我们出去找个小面吃吧 因为我们也找不着那个地方 就这边找一下吧 就这边找一下吧 好吧 那你们就这里嘛 就这边有 这边有几个吃的地方 你就下 就是你一直下面一直下来 就是下来就有车户了嘛 还有车户了 然后车户一直往 一直走一直往 对面一直走 不知道是哪里 这边就有啥 说的我都不知道了 我们找不着 就出去找一家行吗 这样子吧 我说你们到一楼来吗 我上来接 我上来接你吗 好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一楼 我们现在就在一楼 我觉得有点生气吧 就是刚刚明明五楼也有吃的 然后他问我们吃什么 我因为不好意思就说了随便 结果他就说去楼下吃乡村鸡 我们要走过一个停车场 那地方很远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 因为男嘉宾坚持要去楼下吃午饭 所以女嘉宾和亲友团 只好等着男嘉宾来接他们一起去 经过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找到了吃饭的地方 然而这个时候的女嘉宾 已经有些不开心了 我觉得他出事不是特别的愿化 因为刚刚到中午了 都应该提前安排好 该吃饭了 该吃饭了 去哪里吃 吃啥子 都应该事先准备好 但是他没了一点准备 然后我们准备找到一家店的时候 准备去吃的时候 他也没想到请主持人吃这些 我觉得请上相对而言 还是不是很高 有可能是年纪太小了吧 不如谁会时间不久 你觉得呀 嗯 我有一点点生闷气吧 就是约女孩子出来见面 什么都没有安排好 然后刚刚又找了半天 现在很饿 好 那么找个地方吃饭呢 我们男嘉宾呢 执意要选择某村鸡的快餐啊 但是呢他又不太清楚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所以呢男嘉宾带着我们 在商场里边上上下下 左找右找兜兜转转 几十分钟 女嘉宾的似乎有一点面色不悦了 啊 那么男嘉宾到底为什么要 如此坚持的来找这一家吃饭的地方 那他又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想法呢 那么在了解之前 我们要在这里来感谢一下 一杯药酒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场 关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那面对女嘉宾的这些情绪 男嘉宾会做何解释呢 就是刚刚在上面 因为你两个人选的时候 认的时候认错了 当时你口头上在给他道歉 我把这个话接过来 我就说 那这个嘴巴道完歉 有没有一点什么实际的行动 问到说 要不要一起找个地方吃饭 但是我这个事 事先确实没有跟你商量过 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 我这么说 你会不会介意 不会不会 不会介意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吧 所以就自然就说到要吃饭了 你本来今天有没有计划 要安排吃饭 有啊 有计划 今天你是几点钟到这儿的 9点半 9点半到 再干嘛呢 来了以后 就坐在 我坐在那个图书馆 看了一会书 有没有想着 要为接下来今天的这个相亲的过程 做一点准备 没有 看这个样子就没有 什么准备呢 你比如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对吧 搜一搜 比如说中午去哪吃饭 你觉得合适的地方吃饭 或者说咱们待会找个什么地方坐下来 聊一聊 就相当于先去打打前站 没有做这个准备 是吧 所以刚刚我们在上面说 临时说到要吃饭的时候 我看你完全也是 从心滑锁 抓不到奖 也不像干了个板 然后呢 在上面我们听你的安排嘛 因为我们一般听男嘉宾的安排嘛 然后你要说找某村鸡 这个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没有 就我就问了 刚才问的女嘉宾嘛 我说想吃些什么嘛 她说随便嘛 她当然说随便了 其实刚刚用我们所在的那个楼层 已经有很多吃的了 为什么非要去找这家店呢 因为我一般我个人出来吧 像中午的时候 我都会喜欢在中午 中午这段 我就喜欢在乡村区吃 然后呢我就第一 快餐嘛 然后第一印象 我就想了一下乡村鸡嘛 乡村鸡嘛 乡村鸡也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那个 重庆知名连锁品牌嘛 对对对对 这个本身没有问题 我平时也是在外面经常工作 就是吃香村鸡 但是呢 今天毕竟不是工作 第二 你就算是 要找这家店 你事先是不是应该做一下功课 对 你查一查在哪儿 没有做好提前准备吧 每天准备确实 有点是我的错误 到下一次我还是要先把提前准备 先做好 然后再 没关系 就像我康刚最开始跟你说的一样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不要功利心和目的心这么强 因为你年轻嘛 佛性一点 就像你讲的 你也希望多认识一些人 多一个平台 多增加一些经验 好不好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从不懂到懂这个过程的 对不对 今天反正我也在 接下来你如果有些什么 你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 你也可以随时来问我 好不好 然后女嘉宾这边 你把刚刚这个小小的误会 给她解释一下 免得她多想 你就是讲 我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好不好 好 到了我们的吃饭环节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点上 男嘉宾是掉链子了 为什么呢 男嘉宾当天是早上九点多 就到了约会的地点 但是他是怎么办的呢 他不是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吃饭 休息的地方 也没有去看看一些相关的软件 而是在书店里面看了会儿书 听起来很文艺对吧 但是今天约会的内容是什么 是你要去安排这个行程的 那么到了吃饭的点 男女嘉宾明明就在美食的楼层 可是男嘉宾呢 一定要女嘉宾下到副一楼 穿过大半个车库 去到她认可的大品牌快餐店去吃饭 那你想女孩子会怎么认为 只能认为你为了省钱 跋山涉水 趋里拐弯都要我去吃个快餐 只能这样想了 不然的话还有其他什么解释呢 那么第二个解释就是 你是不是对于这个约会完全没有经验 你完全不懂得人情事故 只会质拗地认为什么东西好 就是那个东西好 我不会管你身处什么地方 不会管你是否方便 你都要去我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吃饭 事实上各位观众 约会能花多少钱 如果你提前做好功课的话 哪怕是四五楼这样的美食楼层 一个套餐也就几十块钱 那种优惠的三人四人的套餐 也就一两百块钱而已 真的多做功课 应对一次得体的约会是没有问题的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那经过特派员的提醒后 男嘉宾的表现会更好一点吗 我解释一下 就是刚才他们跟我讲了 刚才你们跟他说了那些问题 就像刚才找这个乡神经嘛 确实提前我没有准备 因为今天早上也走得太匆忙了 第一次接触吧 可能有点那种很紧张吧 就是感觉有点紧张 感觉有点不会什么说话 跟我这种人接触久了 你就知道我就 你知道我的性格 反正我这人 刚刚男嘉宾跟我解释了一下 他让我们去赴一层吃饭的理由 我觉得他可能是很久没有接触过女生了 然后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 不懂女生的想法吧 其实他也 其实直男这样还挺可爱的 你们两个的兴趣爱好呗 他们怎么样 喜欢运动方面嘛 比如说跑马拉松 还有这些 这些我都喜欢 因为我有照片这些都有 我都喜欢 你能买马拉松跑完吗 很厉害呀 真的 没有 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吧 也不说很厉害 你呢 你的爱好呢 我 我喜欢听歌 台南琴特别喜欢去那种地下浩子听那种擅长音乐 你喜欢音乐不 我 一般吧 反正我也有的时候喜欢唱歌 那可以 你们两个可以聊得到一块去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性格有点互乎 有可能他刚才是有点腼腆 但是熟了的话 应该还是性格也挺开朗的 因为他 你看嘛 他的爱好喜欢跑步啊 比较阳光那种 有可能比较绵绵而已 就是 怎么说的就是我 可能第一次结束吧 第一次结束 第一次 然后如果 有点不好意思 对了 结束久了就好啊 以前我本来也是想 也是想老老师 但是高潮的时候文化差了也嘛 就没靠起 那你还挺喜欢这个职业的 嗯 那我收入不是很多 我收入也不很多 那如果你公司不高 平时会舍得给女朋友买礼物之类的吗 会啊 那如果一只头红 要你三四百 你也不会心疼的 这个不会心疼的 这对女朋友做 这是给女朋友买的 这个东西刚才更加强了 我刚刚说我想找一个 特别体贴女朋友的那种 那种 你体贴 你体贴 你觉得怎么样 体贴 体贴啊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第一次接触就 还不知道 到时候我们结束久了 刚开始是看不出来 比如说她在一个地方上班 下雨了 你会不会给她送伞去啊 这个要看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不忙 不忙的时候我可以 休息 休息的时候可以 很远 你可以啊 教我方便 教我不上班 如果我休息的时候 首先提前我要知道这个事情 那当然 她不告诉我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这事情是吧 我记得你刚开始是想说 你要找个性格外向开朗的 我感觉好像一天也不符合 可能互补吧 你有没有想过互补这件事 互补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对方原品比较好 无论是 我意思是在那里面 怎么样对你好 有不同的方式都可以理解 经过主持人的提醒 我和女嘉宾坐下来 聊天更放松些了 聊完了我感觉对女嘉宾很好 接下来还想跟女嘉宾好好的了解 刚刚聊天聊了一会儿 我感觉她也是那种比较老实的男生 因为她解释的时候 解释了半天也没有说到重点上 她可能就是那种 不是很会哄骗女孩子开心的人 不过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比较放心 但是如果要继续相处的话 我希望她可以再主动一点 不要老是女孩子问了她之后 她才心动 那去到电丸城以后 两人之间的氛围会有所改变吗 好啊 待一下怎么啦 左手了 前面 右手 绿色的是 身右手 我收错了 没有挂 因为之前没有跳过跳舞机 然后在肢体上方面也不行 天哪 就是我在这个旁边看 小李这个跳的叫舞 你这个做广播体操都算不上 没有跳舞的天分 跳不来 你平时体育运动怎么样 体育 喜欢体育锻炼 可以 喜欢 喜欢哪些嘛 篮球 还有游泳 那就是嘛 就是协调性这些应该没问题嘛 反正跳舞我就 但是你觉得女嘉宾跳得怎么样 挺好 很好 很好 小李是经常在跳舞以前是吧 对 是我的一个特长 哦 不过我觉得啊 就刚刚其实男嘉宾呢 是想跟你一起配色 确实他是琴驴技穷 刚开始玩新手难免会这样 哦 之前男嘉宾说他是因为刚认识 所以比较话少 比较内向 然后再跟他去游戏厅 玩了之后 玩了跳舞机 篮球和抓了娃娃以后 觉得他 话逐渐变得多了起来 之后聊天也聊得更愉快 电话程里面玩了 然后后面出来 然后我感觉比之前要熟悉些吧 就更了解一些吧 就感觉两个人就有话说了 就刚开始就没什么话说 显然以前没玩过跳舞机的男嘉宾 动作看起来有些笨拙 不过换到男嘉宾比较擅长的篮球时 他就显得自信了许多 而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 两人之间也熟悉了许多 交流也变得更加顺畅起来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 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 注册凡人游喜会员 或拨打8805 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 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十名认证 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匹配度 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我今年23岁 你介意这个年龄问题吗 不介意 我每个月工资只有五千块钱 你也不介意吧 不介意啊 刚才都说过了 工资的方案都是 我都不介意 目前的工资是多少 目前的工资是多少 目前工资4千左右 那我们 我淡季的时候 可能只有底薪三千多 我有的时候工资也低 因为我们那边上班的时候 工资也是 它4千左右 它不 它是4千左右 但是它也是看 就是淡季嘛 旺季嘛 比如节假日嘛 三百万 它可能工资改善 那它是还有 其他福利之类的 还是 其实给你发4千多 有其他福利 它 节假日它也都有福利 还有生日慰问金 那你对这份职业发展的规划 就是一直在游乐园里发展 以后争取当个主管之类的 对 最低吧 最低就是主管吧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游乐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就打算在这里长期的 多个人 你这年还挺稳定的 如果一直发展的 嗯 你是打算是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重新发展吗 还是要 目前也不会回家 因为回家的发展也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就是打算一直在重庆 重庆的房价也不是特别高 那以后买房的话 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 有啊 就是有这个计划 到时候两个可以一起考虑一下 买哪种房子 就是买到哪个位置 你刚才说 意思就是说 反正以后结了婚 是不会和父母做一起的 不会 如果有孩子的话 谁带呀 看这句话 愿意给父母 就给父母的 不愿意给父母的 你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那种 比如说 大屎都不会带孙子 有没有那种行吗 没有 没有 你爸爸妈妈好不好相处 好相处啊 比如说你们两个半嘴了 吵架了 你觉得 应该错的那一方道歉 还是男孩子道歉吗 看 就我觉得 这个东西嘛 就 犯的小错误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计较 就是有种容忍一样 男生还是要那个吧 体贴些吧 不要那么经济 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计较 对了 比如说你都错了 你必须女的要道歉 不然我也会打冷战 对对对对 男生还是要不要 不要对女生经济计较 说白了就是 你会不会放下你的姿态 哄开开心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 会啊 节假日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不会是一个浪漫的人 准备惊喜 还是他们所说的一包不拔 什么都不送 节假日吧 就是如果没有上班 可能会出来一起吃个饭 就是给你惊喜 但是如果上班 就是如果上班了 上班怎么说呢 就是看两个人有没有时间嘛 两个人有没有时间 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嘛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嘛 像白天没时间 往上都可以 有没有这个方便想法说白了就是 有有 比起刚见面时的腼腆 这个时候的聊天氛围已经好了许多 不过女嘉宾的心友团 却因为有事要提前离开了 你觉得怎么样 刚才了解了一下 我觉得看着比较老实吧 但还是年纪比我小一些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 看起很老实很踏实的那一种 听他说他愿意在那里一直发展 因为他喜欢这个行业 他想一直发展身为主管嘛 我觉得还是有上级心 我个人觉得就是太年轻了 才23号应该 刚毕业也不是多久 然后缺乏社会的实践 所以说处事不够圆滑 反正你是从江西那边过来 你现在应该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住处 所以说比如说如果在一起的话 需要一个稳定的住处 房子的问题 还有孩子以后读书啊 也需要房子稳定下来 所以说你们现在目前的收入情况 还有他的情况的话 你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重庆的房价 现在也不便宜 比如说他想当当主管 他也没考虑我要经过 怎样怎样努力啊 各人觉得男孩子一个上进心 还是蛮重要的 你不管他现在怎么样 但是他有上进 他愿意去拼搏 然后有潜力 未来一片光明 对 就怕他只是收拾完以后 女孩很开心 看他目前这样子 不是一个油腔滑吊的人 比较还是靠谱 就是适合那种生活的吧 对 你可以问他平常去不去那些夜场啊 看到有没有做方便 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开朗 不知道他爱好 你可以问一下他 然后我今天还有事 有点那个时间 都有点来不及了 我今天就不陪你了 反正你自己多 有什么想需要了解的 多问问他 好 女嘉宾的闺蜜呢 在离开之前呢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一些建议都告诉 给了咱们的女嘉宾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建议 会不会影响女嘉宾 接下来的选择 她又会带着这样的一些建议 可以去问到男嘉宾 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一杯药酒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厂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你们工作是需要考证学习的吗 不需要考证 我们这工作不需要考证 那你刚刚是想说 你想以后进身主管 那么进身主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她之前这样子升了 因为先从员工升到领班 领班老再升到主管 她是一层的升上去 然后要看你自己的里面表现 如果表现了好 她就会提拔你上到上面 上升通道是透明的 你有相应的计划去实现你的这个目标吗 有 就这边可能也没干多久 因为我想这边长期干嘛 长期干嘛 往上面升嘛 因为这边毕竟是新开的一家游乐场嘛 那这边的反正精神空间比较要大一些 那你计划多久之内升到主管呢 你有信心有把握吗 这个我们也确实没有计划这个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 那你现在在小组里算是表现的比较积极活跃的吗 还算吧 反正这个东西 我们里面也没做什么 就是反正负责有个人安全 反正就是这些负责有个人安全 反正就最终还是要看领班 其实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保持契机工作的心态 之后就会带来比较好的收入这样 如果以后想要建立家庭什么的 也可以提供更好的上层建筑 那么以后买房付首付还有之后的按揭 你是想怎么大家一起来付还是 就是付首付可能是我自己付 就是后面不是要分期嘛 但是有两个大家一起认了 然后还分期这个 行这样其实我也可以接受 经过了刚刚对男嘉宾的了解 我感觉他是一个做事情踏实 闷头干的老实一些的人 他也不会有嘴滑舌的泡女生 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我觉得他对未来的规划 并不是很清晰 因为我已经比他大了一岁 所以之后要怎么发展 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天色暗下来了 气温也降低了 越来越冷了 希望你们的内心 还是保持火热好不好 我们就带着火热的心 来做最后的选择 选择之前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你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女孩说的 就是今天也谢谢你陪了一天 就是在这里陪了一天 但你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说声谢谢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话 像是对我说的呢 对我说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选择了 那选择的方式很简单 二位背对背的站好 然后我数321 如果你们愿意选择对方的话 你们就转身过来 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往前走 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好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他们会到底怎么选择呢 欢迎迎喜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典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好 三二一 来两位请选择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团观察人飞袍 男嘉宾最终没有跟女嘉宾相亲成功 相信原因是为什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那么最后一点建议呢 我要给到男嘉宾 你今年才二十二岁还很年轻 对于工作对于生活 其实理解都还没有那么深刻 我建议你回去以后呢 我就可以做一些训练哈 比如说我们出来约会 吃饭喝水这些套路哈 是可以进行提前的安排的 也会让人觉得你比较成熟和周到 另外呢对于工作的这个规划 不要说的太早 我就去做个主管就就OK了 你完全可以说我才二十二岁 我刚刚毕业刚刚工作 我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工作 先了解一下社会 我再来做未来的规划 话是这样讲 同时你也真的是 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至少说今天的这个说法 你看在姑娘这里是行不通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男嘉宾的口头表达的方式 也可以进行这些训练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发现 你有口齿不太清楚啊 然后说话重复啊 表达中心思想的意思不太清楚啊 这些方面回去看看节目的回放 都可以去学习的 一定要在相亲当中学习 也在相亲当中进步哦 最后呢两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说实话呢也不意外啊 今天这位男嘉宾小邓呢 怎么讲说实话 其实小伙子人还是不错的 不过呢 从最开始到后来吃饭聊天互动 特别是到最后 我问他要不要争取的时候 小伙子给我表现出来的感觉 都是不温不火的啊 这让我就想到了啊 现代人在社交当中 所流行和遵守的三步原则 那三步呢就是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啊 那么我也希望 在恋爱当中的男女 大家以后呢 能够少一点套路 多一点真情 因为只有真情 才能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杯药酒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场 关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如果想了解更多 今天节目嘉宾的个人信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热心电话 8805 8805 您也可以直接到龙湖 新衣城二楼 凡人游喜线下服务中心报名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下期再见 他高大帅气 年纪轻轻 却着急结婚 这么英俊潇洒的男孩 个头这么高 怎么还找不到女朋友呢 准时想找一个赶紧结婚的 以前碰到的都不想跟你结婚 是这个意思 都想再过几年再结 那太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结婚 他内敛温柔 对他一见钟情 对男嘉宾的第一项就挺好的 感觉他高高的 然后有点小帅小帅的 他的直接与坦白 他能否接受 男嘉宾是为什么想这么快结婚呢 想结婚然后买房子 结婚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我家里边是说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才会给我全款买房 所以我需要先结婚 面对亲友团的质疑 他又会如何回答 现在对他是就随便找一个人 你觉得合适还是说 就觉得他还挺有演员啊 或者那种感觉 便完成的互动 能否解开两人心血 最终 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